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我是Mike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澳洲的本地市场 那么在本周呢,这个澳洲股市呢是处于一个一天上涨,一天下跌的情况 在周一刚刚上涨完毕,在周二的时候呢就出现了大跌 其中在银行和金融包括了这个工业股的这个下跌影响之下 昨天澳洲整体走势呢是下跌,大约是0.7% 收盘呢收在5767点 那中国方面呢上涨指数和深圳方面呢昨天也有不同程度下跌 其中上海是跌的少一些,为0.14% 深圳呢则大约是,深圳是上涨了0.25% 但总体上来说,互生两市呢依然是没有太大的走势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在今天早上澳洲时间6点半 这个国际指数基金MSCI正式宣布呢 将中国的A股纳入到,纳入到了新兴指数市场 那么目前呢是把中国的接近于220只大大大大型的这个蓝筹和龙头股呢 是计算成权重比例按 0.73%来计算 因为这个消息呢,人民币在短期走强 以及呢海外A股呢也是,目前是短期走高 在其他方面呢油价下跌了2%,拖累了能源和这个石油股 另外呢黄金价格下跌0.3%,目前报价在1243左右 在欧美国家呢整体上昨天股市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英法德三个国家平均跌幅为0.5%,美国三大指数也同样 下跌最多是0.8%,最少的为0.4% 那么今天我们早晨跟大家说一下的呢 就是现在今天就是早上的新闻头条啊 我们说到的小媳妇啊,终于是熬成了婆啊 中国的A股呢被成功的纳入到了国际指数基金中 那我在两天之前也就是周一的时候跟大家说到呢 本周是中国的消息会占据头条啊 那么今天早上呢刚才说到的啊 这个国际指数基金正式宣布了A股被纳入到指数基金的行列 那么这也是中国A股经过了三次失败之后 目前终于是成功啊 我们应该呢鼓掌撒花放鞭炮啊 在等待多年之后呢 而且经过了几轮的博弈啊 现在终于呢把中国的混乱的A股市场是成功的拉入到了国际市场啊 咱们这也算是走出国门吧啊 但是呢我要说的是但是 大家千万不要高兴的太早啊 这个国际指数基金也是非常的鸡贼啊 咱们说他也是小心翼翼 在今天早上的公告中呢啊 他还是给自己呢留下了后路啊 怎么个说法呢 首先呢他们的计划是从明年五月份才正式开始实施 也就是说说从现在的六月份到明年五月份有整整一年时间啊 几乎来说呢就是一个我明年啊 如果你表现好的话 咱们就开始办 如果明年中间出了什么幺蛾子 那么就不好说了啊 而且呢 这个说到的是现在呢 仅仅把这个比重啊啊 只调摄到了百分之零点七 我们要知道这个中国的股市啊 不说中国股市吧 中国的经济是全世界排名第二 中国股市的当量也是全世界排名第二 那么这么大的量 在新兴国家中还不算发达国家 新兴国家中只占了百分之零点七 这等于是在打叫花子啊 啊 一块钱给你打发了啊 所以说现在的情况来说呢啊 这个虽然是把你加入到指数基金中 但是第一要一年之后开始实施 第二比重那真是少的叫做几乎是可怜中的可怜啊 那当然了从对方的角度来说 这完全是合理无法和无可厚非的啊 我们知道呢 他们也是希望呢 能把中国尽早的纳入啊 毕竟谁不想赚钱呢啊 但是想赚钱又害怕呢 这个钱啊 因为外汇管制以及其他的因素呢 变成了肉包子打狗啊 有去无回啊 所以衡量了再三 所以说首先要在态度上表示赞同啊 就是说你们想加入没问题啊 但是在具体实施的策略上呢 他们还是啊 这个首先是按照了缓冲 从明年五月开始 另外呢 额度上也留下了很大的余地 也就是说现在的 按现在的情况来说 如果什么都不变 那明年就是百分之零点七 但是如果今年到明年之间 政策上有改变 护港通深港通的流通性有增加 那么他们也说到啊 特别是他们主席说到 随着上海和深圳的这个护港 深港通的越来越流通 开放的逐步加大 那么A股占据国际市场中的比例 也会不断增加 所以说啊 咱们总结一下就是呢 今天加入国际指数这个消息 虽然是个好消息 但是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 其实这个意象征意义呢 要远远大于实际意义 在短期来说 并没有什么对于A股 有什么正面的影响 因为这个比例 百分之零点七还是在发展中国家 这真是太搞笑了 真的是太搞笑了 那么再回到澳洲 咱们知道呢 这个很多朋友们啊 这现在呢 知道了在本周初 澳洲的银行业 金融业被评级机构是降了级 那么从之前呢 可能是倒数第二高的 不是倒数第二高 正数第二高的级别 现在是降了一级 之后呢 银行方面呢 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立刻跳出来说 哎 降了级之后呢 大家不用担心啊 不会影响我们去融资的成本 的确 这一次的降级 没有影响到你融资的成本 因为你融资的成本 早在几个月之前 就已经提高了 澳洲的房地产市场 我们知道风险越来越大 这个加上呢 澳洲银行批出去的贷款 占据它总的贷款数 在房屋贷款上高达60%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美国 房屋贷款之前 不是有这个自贷危机吗 也只有30% 香港房价世界第一贵 它的银行贷出去的 房屋贷款比例 也只有它占据总贷款量的14% 所以说澳洲银行 贷了60%的钱给房屋贷款 所以我们与其说 看涨房地产市场 不如直接着看涨银行股就行了 所以我告诉大家一个诀窍 啥诀窍呢 以后看澳洲的房地产 好不好 不用看什么市场啊 拍卖率啊这些 直接咱们看银行股的一样 这个股价就可以了 它有60%的资产是在房地产上 所以你买一股银行股一块钱 就等于投了其中的六毛钱 在地产啊 所以随便什么时候拉出来一看 银行股现在是高价 说明房地产市场很火热 低价说明房地产市场 比较清淡啊 所以目前银行股遭到连续的卖出 正是说明了现在国际投资者 包括本地投资者 对于澳洲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担心 那大家可能要问 那咋办呢 以后是不是会连续下跌 崩盘了怎么办 那对此呢 当然了我个人也不是专家 在房地产上 我并不是懂很多 但是我知道呢 任何的产品的价格都是由这个供求 关系来决定 对于澳洲这个移民国家来说 未来的移民只要不断的增加 那么可供选择的城市非常有限 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城市的房价 由于刚需的要求 就很难出现大的下跌 当然了 这个是我的个人观点 所以总结来说呢 澳洲的银行股就等于 大半个房地产市场 那么你要说澳洲房地产市场怎样 短期可能会有冷静期 或者是轻微回调 但是中长期 在我看来 只要移民源源不断的进入 只要这个国家的人口再发展 那么房价迟早会回升 而且长期来看是肯定上涨 那么今天这个说的是热门话题 咱们接着来看一个产品 今天说到的呢 是又是美元和人民币 我们知道这个美元和人民币啊 自从是这个大跌是5月31号 其实在这之前已经有过了 这个下跌 所以说美元和人民币啊 在连续两次大跌之后呢 现在已经回到了第一次大跌之后的价格 关键的关键呢 是目前已经回升到了四小时 也就是中期的上涨通道线之上 换句话说就是 现在可能可以考虑看涨 那么目前一旦上了这个价格 我们知道是在过去一个多月以来第一次上 这就是一个买入信号啊 我们对人民币的看走势呢 至少看到它在大跌之前大约是6.88的价格 距离现在至少还有500个点的距离啊 所以中长期大家可以重点关注美元对人民币看涨 那么最后呢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 今天晚上的12点30分澳洲时间啊 美国会发布他们的原油储量数据啊 油价在连续暴跌之后 今晚是否能够反弹啊 成败在此一举 那么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